今天主要要给大家讲的是学生经营意识的培养 一个学生从小学初中高中到大学然后再读研 从小的时候就应该做好自己关于一生的经营和管理 怎么样经营自己的一生 怎么样经营自己的人生 才能够使自己这一生更加精彩 更加璀璨和夺目 这是讲科学的 一个学生在初中的时候 或者是在高中在高考之前 做好自己的生涯规划 做好人生的每一步的关键性的选择 对一生至关重要 所以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学生关于经营意识的培养 经营听起来好像是跟我们的商业活动有关 其实这里面讲的经营不是跟商业活动有关 当然商业活动也是经营中的一部分 我在中央教科所工作的时候 当初曾经设置一个课题就是中学生经营意识的培养 当时谈的是这个经济上市场上的一种经营意识 也就是说一个孩子在家在学校乃至于他所能涉及到接触到的社会 他都要考虑到他的经营 也就是说算好他兜里的钱 把自己兜里的钱和仅有的这个可能利用的资源 都能整合到最佳的位置 这是一个孩子在设计和经营自己方面要具体表现的 那么每个孩子春节有压岁钱 每个孩子在这个正常的节假月都会有一些小零钱 乃至于平时家长给的生活用品 生活用费生活用度 那么他怎么样把自己的这些个手中的钱用好 这是经营方面的事情 怎么样能够花最小的钱实现比较大的目的 这样的话呢 把自己的经济账算好 把自己兜里的钱运用得当 当然小的时候还考虑不到这个金融以及理财金融等等 还涉及不到这些 那么今天呢 我们讲的呢 其实不是这个金融方面的精灵 而是人生精灵 准确的说是生涯规划 那么作为一个学生 最重要的一点 要考虑好自己未来 要给自己的未来有所设计 当然年轻的时候 你的作为 你的一些个不经意的作为 可能会决定你的一生 会改变你很多坐标 要因为你没办法预知 未来在人生的过程中有什么样的坎坷 有什么样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转化 所以你很难断定自己的未来怎么样去设计 那么我今天在这里给大家讲一个非常这个广泛流传的或者是广为颜知的一个小故事 那么这个小故事 他的人生的走向 以及他的这个规划 就有一定的这个影响 对他的未来有个很大的影响 这个小孩实际上 我要讲这个故事是来自于美国的 因为美国的孩子 在小学的时候 很多课程 是跟科研有一定关系的 所以我今天要讲这个小孩 叫凯瑟琳 凯瑟琳小孩五岁的时候 他就对自己的生活有了一些想法 他要做一些将来与人类与文明有关系的事 五岁的时候就有了这样的想法 他问妈妈 他看了一个电视 电视里面看到了非洲的孩子们都非常艰难 有的甚至屋里头都死到了 他问妈妈为什么这些孩子 每五分钟就死掉一个 多悲惨 妈妈说 非洲的地方是比较贫瘠的大陆 很贫困 死人跟贫瘠有关系吗 妈妈告诉他们 这些孩子死是因为瘧疾而死 瘧疾是什么原因呢 瘧疾是蚊子传染性疾病 那就蚊帐就好了吧 妈妈说 非洲的孩子因为生活比较囧 比较拮据困难 没有青梅蚊帐 所以他们没办法 只能在缺蚊帐的情况下得瘧疾 受病的困惑 然后最终死掉 没有任何办法 改变目标 然后凯瑟梅就跟妈妈说 那我可不可以 将来做一个给非洲送蚊子的工作 送蚊帐的工作呢 妈妈说当然非常欢迎你 非常支持你 然后他说这样 那我就要做 我要做这样的事情 然后希望爸爸妈妈能够支持我 那好吧支持你 然后凯瑟琳把自己的家里 他自己仅有的玩具 旧物书籍等等 拿到市场上来卖 没有卖出去 没有人卖 最终没有实现这个经营的这个小目的 然后他就在想一个问题 他就想 他说我如果能够卖出去这些文章 我就能够给非洲的这个孩子们去捐一顶文章 然后他在卖的过程之中 他受到了别的启发 他就想 那我在这个非洲的孩子卖的过程之中 我是在做一种慈善的事情 那么我可不可以 跟有关的慈善机构去做一个这样的说明呢 他就藏了一些资料 五岁的孩子知道 大家想一下 我们的五岁孩子都在干什么 美国的一个五岁的孩子 他就藏了资料 他说美国专门有一个 只需文章的这么一个协会 这个协会专门为非洲的孩子提供文章的这种捐赠活动 他就把他的想法 跟只需文章的这样的协会打了交道 然后做了汇报 文章协会告诉他说 你只要捐了一顶文章 只需文章的协会给他的回复是 只要你能捐上凑到十顶文章 那么我们就会给你发一个证书 然后他呢在卖的 卖他自己旧物的过程之中 他就想一个问题 说那我捐十顶文章就能够给我发一个证书 我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 那么我可不可以也设计一个证书 一个奖励的证书 然后给能够买我旧物的人发证书 是不是就会很快地把我的旧物卖掉 然后以图埋几顶文章寄到非洲去 回到家以后他做了设计 大家想啊 青年人们要注意 这孩子这块有一个创新点 他借用了别人的智慧 他有一个新的突破 这突破也不叫突破 实际上是受启发 是什么什么启发呢 只要文章协会 给他的回复过程之中谈到 你要是能够捐赠到十顶帐篷 十顶文章 你就可以获得一个精美的证书 他就想 这是文章协会告诉他 那他马上就想到 讲这块一个点啊 这是个创新点 他马上就想用这种办法 同样复制一下 OK 他就去做这样的事情 他自己设计 找妈妈 帮他卖东西 爸爸帮他冲了一些东西 然后他弟弟 更小的弟弟 画的非常稚嫩的一些小画 画一个小爱心 他五岁 他弟弟四岁 然后把这个证书做好 把这个证书做好了以后 很快就捐到了一些钱 大概是二十顶账房 然后他就把这些个帐篷交给了这个 只需帐篷协会 只需帐篷协会 就把他捐给了非洲的有关的组织 就有这么一个小例子 然后这个例子还在往前发展 捐给了非洲以后 非洲的孩子们接上了以后 给他一个回复 当然这个回复呢 回来一封信 经过这个很多道程序 最后转到他的手里头 跟他谈 说谢谢你凯瑟梅 给我们记得文章 我们都收到了 我们也看到了你的照片 你长得很美 然后我们很感谢你 给他这样的一个回复 他感觉到这样的一个回复 鼓励 得到鼓励了 他呢加强了这方面的工作 他呢在加强这份工作过程之中 他发现了要有更多的人 去做这样的事情 那么才能够把这样的事情做大 才能把这件事情做成规模 六岁的时候 要记得六岁 第二年的时候 他要捐更多的帐篷的时候 他给所有的福布斯排行榜的富豪们 分别继续了邀请函 给他每个人发一个证书 漂亮的证书 说我相信你一定能够为非洲的孩子的 瘧疾问题去捐赠文章 发这样的证书 其中有一个证书是发给别人该次的 他这样写的 非洲的孩子们因为瘧疾而死 他们需要文章 但是他没有钱 听说很多钱都在你那里 别盖茨说 我不得不捐款 这是我这么多年来捐出这么多笔善款 我因为是最有意义的一个事情 那么我捐三百万美金 他捐三百万美金 捐出什么 别盖茨后来 也有一次到中国来的时候 在北大有一次讲课 也谈到了 他因为凯瑟琳的一个小小的个人 给他办法证书 他受到了感动 他给非洲的孩子们捐了三百万美金 这么一件事情 比尔盖茨记了一辈子 到很多地方他都讲这样的故事 他说这是我受到一生之中 我这些年接受到的最高的荣誉 是一个小女孩给我发了证书 于是用两年时间 在别尔盖茨的引导下 更多的富豪们 响应了凯瑟琳的这个号召 不叫号召啊 响应了凯瑟琳的这个倡议 积极的捐款 大概是不到两年时间 捐了这个几千万美金 运到了这个非洲 有更多的孩子们 因为有了蚊帐 而必受蚊子 必受瘧疾之苦之难 然后这个事情的事实还没有完 就是在 约盖茨之军王以后 2008年6月 然后呢美国总统坑雷顿召见了联合国的这个官员 联合国关于非洲难民属难民问题的官员 其中包括了一个最小的一个使者 那就是七岁的凯瑟琳 七岁的凯瑟琳在这个会谈之中 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大家呢也在这个凯瑟琳的这个监督之下 这个联合国的一些官员和美国总统和美国政府签署了协议 其中有肯尼亚 埃塞俄比亚 乌根达等一些国家都和美国政府签订了这个捐赠协议 这样的话呢就是使得这么一件一个孩子发起的 几岁的孩子发起的这么一件事情 得到了社会的广泛的关注 得到了政府的认可 所以这个孩子在后来又做了更多的一些 关于非洲有关的一些事务 捐赠事务 慈善事务做得非常好 所以呢我从这个故事之中给大家讲 就是要给大家说明一个什么呢 我们要从年轻的时候 在年少的时候就要对人生 对社会在秉持爱的情况下 然后做好自己 做自己应该做的能够做到的力量 能够达到的事情 当然这个可能是我们中国的教育体制和美国的教育体制的差别 会有一些影响 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很多部门都已经有生涯规划的方面的设计 比如说现在教育部的学校教育发展规划中心 就在开展生涯规划方面的教育 而中央教科所就是现在的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 关于生涯规划的专门的课题研究 也得当了一些这个社会的广泛认同 很多的学校很多的高中校很多的初中校都在人生规划方面给学生做了相关的一些设计 这些东西都将会为每一个孩子将来走向社会 走向人生的巅峰 打好基础 好 今天这个节目就讲到这